之前我们通过新浪微博的授权以及分享来实现了第三方的单个分享 现在我们就来讲解一下第三方的集成分享 这里我们以Share SDK为例来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快速集成指南 Share SDK的快速集成指南我分为三步来讲解 第一步是下载SDK并且使用工具进行集成 然后去配置清单文件 最后来添加分享的代码 首先我们到他们的官网打开文档中心 选择安卓集成文档 这里我们需要获取一个APPT 我已经创建好了一个应用 接下来我们就下载它的SDK以及demo 我已经下载好并且解药到了桌面 等一下我们会去使用它 然后使用快速工具进行集成 在SDK目录下面有一个Quick Integrator 点击这一个叫文件 并且把我们的8名 并且把我们的8名给复制到它的配置里面 点击确定它就会在SDK的目录下给我们生成一些文件 我们把这些文件复制到我们的应用当中 然后第二步我们来配置Manifest 首先需要配置群线 然后添加Auditivity的信息 如果说我们需要集成微信或者异信 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额外的配置 配置一个Auditivity 这里我就先暂时指配置微信的 然后需要替换AppTree 我们却要在哪里替换呢 需要在Ossets目录下面的shareSDK.tubb里面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说明 第一条说明 这一个节点是必须的 其中的AppTree是我们在shareSDK上注册的开发者账号的AppT 之前我们已经申请好了一个应用 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AppT配置到这一个超美文件里面 配置好AppT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第二条说明 所有集成到我们的项目的平台 都应该为它在表楼中填写相应的插发者信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集成的每一个平台 都要对它进行一些配置 通常需要配置的是 AppTree 及AppSecurity 还有可能有的平台有GD-REG的URL 这些配置 以信号微博为例 其中有一个ShortID是这一个平台在分享列表中的位置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ShortID来控制 这一个平台在我们的分享列表中显示的顺序 比如说它是靠前还是靠后 这一个字段表示这一个平台是否有效 默认为True 如果说我们把它改为False 它在我们的分享列表中就不会再显示 然后我们就来添加一下分享代码 同样在MainActivity里面 我们有一个按钮 点击这一个按钮 就会实现一键分享的功能 在这一对分享代码里面 我们设置了 我们设置了 图标 文字 以及分享的Title 文本 这些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程序 我们点击一键分享 我们就进入到了分享界面 这里这些一个一个的应用 都是我们之前所配置好的 这里我选择一个Toot来分享一下 点击发送到我的电脑 所以看到就分享成功了 我们返回 好了 我们的一键分享就很快速的实现了